自從Youtube畫中 Hello 大家好 我是Lilah 今天的主題是 我終於要來拍 自從我開始拍Youtube到現在 大家一直不停叫我拍的主題 就是職場穿搭 那我今天選了10件 我覺得在職場穿搭裡面非常實用 而且可以重複穿搭的單品來跟大家介紹 那今天的單品呢 都是Lauren High這一家韓國網拍提供給我的 那Lauren High呢 它是100%韓國血統的韓國網拍 但它最近呢就是進到台灣來了 它的風格呢 是比較小清新 然後有點親手女的感覺 都是一些還蠻簡約 然後很好做重複穿搭的單品 很符合我現在非常喜歡的那種可以重複穿搭的風格 我們就趕快來看我們今天到底選了什麼單品吧 第一件呢要介紹的呢就是泡泡秀上衣 這我覺得呢在職場穿搭裡面呢 第一名好用的單品 因為泡泡秀它會讓你的肩膀稍微有一點挺起來 那如果你的材質選軟一點的話呢 它不會太挺 它會讓你整個人就是看起來 有精神但是又不會太過正式這樣子 所以呢非常的適合做職場穿搭 那尤其呢像我這種比較小隻的女生呢 我們很需要就是整個人看起來精神一點高一點 我覺得泡泡秀是一個非常非常實用的一個單品 那搭配的西裝褲的話呢 是Lauren High他們家出的亞麻材質的西裝褲 因為其實現在台灣越來越熱了 如果有那種西裝面料的褲子你穿不住的話呢 其實也可以選擇亞麻材質的 它算起來就是會還比較透氣 而且整件褲子就是很輕 不會像西裝布這麼沉重的感覺 亞麻其實是比較沒有彈性的材質 可是這件整個穿甲雖然很合身 但你完全不會覺得緊繃 然後很輕盈很舒服 重點是Lauren High他們的褲子 也是有分155V跟160V的 所以呢不管是你是身高高的或是身高矮的 你就可以去選到適合你的那個長度跟那個版型 而且它的尺寸有XX到XL 就是很多選擇 不像蠻多的網拍都會只有就是S跟M還有L 可以去做選擇這樣子 它就是有分長度又有分尺寸 所以我覺得它這還蠻貼心的 然後這一件亞麻的這個西裝褲啊 它的背後是做這種鬆緊設計的 所以其實就是你吃很飽的話呢 就不會覺得就是很緊 下一個呢我覺得非常實搭也是我很喜歡的職場穿搭單品呢 就是一件洋裝 你的洋裝呢就是選得好的話呢 其實它整就是你單穿洋裝你就可以去上班了 那我現在身上穿的這一件呢 就是我在Lauren High選的 我覺得它的版型真的非常完美 材質呢是棉布的材質的 所以它是蠻輕盈的 它旁邊有我喜歡的這個叫澎袖泡泡袖的設計 然後它前面領的部分它是做這樣兩片交叉的 所以它會帶一點小正式又小性感的感覺 但它不會就是低胸到你就是這邊會露乳溝 它腰部的地方呢是做這種綁繩的設計 不管你的腰圍是多少 你都可以去綁到就是適合你的 適合你的長度 它這樣子綁起來會顯得你有一個腰身的感覺 因為它下擺的部分它是做這種散裙的設計的 然後呢這個洋裝單穿呢它就已經可以去上班了 但如果你想要在這個洋裝做一些不同的變化的話呢 你就可以搭配不同的西裝外套 如果你是配短版的西裝外套的話呢 整個人會看起來腿比較長比較俐落 那如果是長版的西裝外套的話呢 它會讓你有一種就是它是長洋裝的 另一種洋裝的感覺 我覺得這樣穿起來也是很有氣質的 不管是短版的西裝外套跟長版的西裝外套 它都是有分S或是M號的尺寸的 蠻多網拍它們就是一件西裝外套就只有一個尺寸 所以你可能喜歡這個外套但是它太大件或太小件 你就只能去選別件這樣子 算是我偶爾有看到的外套有分尺寸的那種韓國網拍 下一個呢我覺得也是超實用 其實我今天介紹的都非常實用的職場穿搭單品呢 就是背心 背心呢通常大家會覺得好像背心很休閒 好像不太正式 但其實呢如果你挑對材質跟版型的話呢 背心是非常可以顯得就是氣質成熟的 首先它的材質要是有一點就是絲段光澤的 像這件它就是有一點絲質的這種材質 所以這種絲質材質會讓你整件衣服看起來是比較正式的 那再來呢是它的這個肩膀的部分 要是比較寬一點的版型 它可以完全把你的這個內衣肩帶擋住 然後你就不用擔心說會露出來 因為其實我們一般在上班的時候 希望穿的是舒服的內衣 因為上班已經很煩了 不想再去穿那個什麼無肩帶 newbrown那種會讓你覺得很不舒服很不專心這樣子 絲質背心呢還有另外一個用途呢 是它非常的好做西裝外套的內搭 因為呢我們平常如果是有袖子的 不管是長袖襯衫衫或是短袖襯衫 西裝外套通常它的版型會比較 袖子會比較緊一點 所以你穿進去的時候常常會那個袖子 擠在那個西裝外套裡面有沒有 但是呢如果你穿背心的時候 就完全不會有這個問題 你就是直接套進去 然後非常的好靈活的可以動你的手 不會就是穿進去之後 整個西裝外套卡卡的 絲質背心我真的覺得是 你必須要收一件的職場穿搭的單品 那在職場穿搭裡面呢最刻板印象裡面感覺最正式的一個單品呢 就是襯衫這種有領子的上衣 不一定要選那種長袖然後西裝材質看起來非常非常像職場菜鳥的那種白襯衫 其實你也可以選像這樣子的棉麻材質的短袖襯衫 然後它的領子呢這一件呢它是做有一點休閒的這種feeling的感覺 但是因為它有領子所以呢就不會顯得不正式 你下面呢就是簡單的搭像我剛剛拿的那個棉麻的西裝褲 然後呢或者是你搭一個短裙 它其實呢因為有這個領子然後加上白色的關係 它都會看起來蠻正式的 那如果你不喜歡棉麻的材質的話呢 那你也可以選像這一種 它的領子呢就是比較不一樣 它是有點像Polo 3 但是它沒有像Polo 3那種有扣子然後可以打開那種 很像要去打高爾夫球的感覺 這一件呢它穿起來我覺得它真的就是 有點休閒裡面又帶一點正式的感覺 而且它的材質是這一種針織的 但不是那種冬天的羊毛針織 所以穿起來呢也是涼爽的 而且針織呢它就是有洞嘛 所以其實是會透氣的 它其實會有一點貼身的感覺 可以顯出你身體的曲線 所以不會像Polo 3或者是棉麻的話 看起來是比較看不出身材的 它會帶有一點女人味的感覺 都可以穿起來比較有那種Business Casual的感覺 不會看起來很菜 然後也不會看起來很像銀行行員的感覺 通常呢想到職場穿搭搭 大家都會想到外套要配西裝外套 但其實除了西裝外套以外呢 園領的這一種毛泥外套 它也是非常可以打造職場 然後又正式又氣質的感覺的 但是呢這一種小鄉風的外套呢 它其實還蠻挑版型的 然後不是每一件都很好看 這一件在Lauren High我找到的這一件 日落花泥外套 它的版型真的是太好看了 這個簡單的黑色外套 然後搭配這個圓形的金色的扣子 但它穿起來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給人一種俐落簡單 然後又合身的感覺 因為這一種毛泥外套最怕的 就是不合身 會看起來有點老奶奶的感覺 然後它除了黑色 它還有另外一個 有點那種奶油色的 也超級可愛 而且它的這個扣子啊 我覺得它做的超精緻的耶 它整個這樣配起來 我就覺得真的很可愛 然後很有小鄉風的感覺 可是我覺得這一種外套裡面 它就可以穿得很休閒 然後一配上這個外套 整個正式的感覺就會出了 所以我覺得如果呢 你是會在冷氣房裡面工作的話呢 你就可以戴這一件外套 然後裡面穿一個T恤 到公司就把它套上去 你整個人看起來就是超有質感的 非常的好看 那以上呢就是這一次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幾個職場穿搭的原則 然後跟我覺得很實用的單品 那我這一次選的呢全部都是非常簡單 很可以做重複穿搭的單品 我通常不會買那種風格很強烈 穿一次就是會被記住的 因為你這樣之後就不能夠再穿了 那其實Lauren High它的衣服呢 蠻多都是這一種很簡單的風格 可以去做重複的穿搭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呢 我把單品呢 還有Lauren High的網址都放在下面的資訊欄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有沒有適合你的職場穿搭 那職場穿搭的主要原則呢 其實就是要簡單要舒適 可是一定要好看 因為呢你在上班的時候呢 穿的好看你就會很有自信 有自信的時候呢 會比較能夠有動力去做一些 你不想做或是你覺得很困難的事情 有一句話呢 其實就是說你不需要等到 你成為了你想要成為的人 你才去做你想要做的事情 你做你想要做的事情 你就會成為你想要成為的人 所以呢你今天呢 穿的你覺得很成功很有自信的樣子 你就會慢慢的往你自己想要成為的那種 例如說失業女強人啊 就會成為這樣子的人了 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影片 希望大家都上班愉快 也希望今天的影片呢 可以給大家一些幫助 那我們就下一支影片再見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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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